我們看這個婦殼在水中所設定的光束 這婦殼把那個飛左的裝置改良 他用一個那個八面鏡 正八面鏡 然後他怎麼做呢 他就說 點光源從上面這樣射下來 如果這個八面鏡 剛好擺成這樣擺正的時候 那這個光的話就是水瓶射出去 這個是45度 水瓶射出去 射出去以後 碰到平面鏡再反射回來 反射回來以後 因為這個八面鏡在轉 當這個八面鏡又轉成這個樣子 比如說這個邊邊有沒有 從這裡轉到這裡來的話 剛好光碰到以後 還是會以垂直的方向這樣射過來 那你眼睛在這裡 就可以看到這個點光源 這相當於這個八面鏡代替那個齒文 只是說現在這個N等於多少 N是等於8 原理的話都跟那個飛左的是完全一樣 後來複格把這個裝置放到水裡面去測光速 當時的話這個光對於光的解釋有兩個理論 一個是牛頓的例子說 一個是那個海庚式的波動說 兩個對光在介石裡面的預測不一樣 這個牛頓預測光在水裡面速度比較快 那個海庚式預測光在水裡面速度比較慢 而且是多慢呢 是漫長4分之3C 這個是海庚式的預測 那牛頓的預測是3分之4C 後來證實了 海庚式的波動說才對 是嗎 是嗎 谢谢观看